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看这个折柜纹 折柜纹就是在手掌的砍弓的位置 和月丘的位置 以及金星丘的下方 这个正弓的位置 这个位置出现三条这种竖纹 然后有一条红纹穿过去 穿插在一起 这种形成折柜纹 折柜纹主荣柜 拥有这种手纹的人 不论男女贵人运都不错 在很多方面都能够提供帮助 收到别人的这种提拔 或者加上自己的努力 最终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事业成功的财运会跟着好 平常也会考虑 佩戴一些双雄西财的吊坠 来催旺自己的偏财运 让自己旺上加旺 这个是折柜纹 金印花纹 金印花纹呢 金花印纹 这个是在这个 手掌当中是出现这种 这个米字形的 跟花朵一样的纹路 越多呢 代表这种事业越成功 在古代拥有这种手相 男人哪 官职都不会差 而且呢 金花印纹呢 这个女人呢 可以嫁给富贵的人家 做儿媳妇 而且呢 在如今这个男女平等的时代 这种手相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就自己的事业 这是金花印纹 那么还有就是兵符文 兵符文呢 顾名思义啊 就像古代的兵符一样 在这个古代兵符 传达命令 或者是调兵遣将的时候的 一些凭证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 权力的象征 通常有这种兵符文的人呢 都是酒精沙场的将相之才啊 放在今天来讲呢 就是可以求财创业 这个拼杀 以前是拼杀战场 现在是拼杀商场 这个是兵符文 好了 有关这个手相的三种 这个狠见的文路 哲贵文 金花印纹 以及兵符文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涯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 像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